大家早上好,我叫阿瑞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小小的一些心得 其实我本身是来自一个比较环境很好的一个家庭 然后我本身在读书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我是因为读SPM7QA进入了大学先修班 然后Fullfret进入了马达的这个电子工程系 所以我未来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程 然后为什么我会接触艾康甚至投入做艾康 其实是我开始教授也是非常排斥的 我是因为健康的问题才加入艾康 就是因为我个个用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把艾康带入我家里,然后影响到我 然后他带我来到艾康这个环境里面 我才看得到我很喜欢艾康这个文化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一起来做艾康 然后真正让我转捩点,要全心投入的 因为以前我是抱着有时间就做咯 没有时间就不用做,要玩就趁现在 以后可以打工一辈子 不过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不是 因为我看到艾康这个环境 竟然有这么多人成功 而且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就开始想 他里面有告诉到我们真的 今天我们外面可以成功 我们可以等,父母不可以等 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 我就开始想回去我父母 因为我知道今天我工程师 可能我毕业的时候25岁 我父母已经50多岁了 如果他要等我20年成功 他已经70多岁了 我就想到这一点 我就在大学第三年的时候 真正下大决心做艾康 但我真正做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月就上RSM 第三个月上ESM 那时候我还是在读书 不过在读书的时候 我的收入竟然可以平均 来到每个月三千块 竟然比重生是还要高 所以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再用父母的钱 我就是用艾康的钱来读书 用艾康的钱来做艾康 所以就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竟然跟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 因为我没有做过一份工 也没有限过RSM 我直接全职做艾康 所以当我十个月过后 我就上了DCM 一年就拿了Car Fund 一年半就拿了House Fund 也突破五回数收入 而刚刚上个月收入来到 十六千一个月 那时候我现在才二十七岁吧 那时候我就心里想 真的如果不是艾康 不是上线的话 怎么可能平均一天就有五百块的收入 如果做艾康 就等于我外面做很长的时间 所以真的在艾康 我也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是小问题罢了 因为我看到我父母 他外面做工也好 他这么辛苦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孩子 而在艾康今天 其实一点都不辛苦 我非常的享受 以前我最担心的 就是一个东西罢了 因为我是觉得 我很难去开口 我很怕要做的时候 我怕没有朋友 不过当我真正知道 艾康是个很好的事业过后 艾康有这么好的产品过后 我就告诉自己 为什么我不要去跟我朋友讲呢 今天我不讲 以后他会帮别人买 他会跟其他 如果是加入不好的公司 更加的惨 所以就把我用到好 得到好 学到好的东西 全部跟朋友分享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成绩 所以今天我在艾康得到什么 我觉得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今天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你工程师都不要做 这样你又这样有钱 其实我只是告诉他一点 今天我做艾康 其实我们是在创业 我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创业 外面很多人就是 毕业过后打工 然后赚到钱才做生意 我是直接把打工这个成功的 这个过程 剪掉 我直接一毕业就出来做艾康 因为我遇到很好的这个机会 而这个艾康这个机会 真的是一个大生意而已 才75块就可以做了 所以当我真正投入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要成功 不只是赚到钱 我们要的是全方位的成功 这个是我要的 因为在艾康第一 我是健康开始得到 然后得到信心 得到提升 甚至可以在艾康得到 我家里人的关系 甚至我真正懂得去做人 而且赚到钱之余 有时间之余 我随时要回家可以见我父母 我要去哪里都是自己的安排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外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成功 但是如果我们要帮人家成功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今天我们在艾康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团队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是帮助更多的人成功 所以我们组织虽然很年轻 但我们的组织里面 超过一千多个人 都是因为这个网络被震的这个行业 所以如果李博条件更好 或者你跟我一样 都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你就进来艾康嘛 艾康可以让我们学到做人甚至做事 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艾康 年轻的时候成功提早报到父母 好 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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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